在YouTube拥有46万订户的旅美政论家张天亮首次来台 座谈聚焦台湾如何以软实力优势 应对国际局势挑战 孙子爷讲就是上兵伐谋七次伐交 就是你有了这个软实力之外的话 这些自由社会他愿意去帮助你的时候 当然对台湾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觉得抵御中共的这个实力 观察俄乌战后台湾外交有重大突破 从各国议员和政府官员访台 总统蔡英文过进美国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 到台湾晶片产品遍及各国重要领域 都是台湾对抗共产极权的一大优势 他想所谓的统一也好 其实无关统獨他也并不是在意台湾的领土 因为中共在夺取证券之后放弃的领土 大概已经超过50个台湾那么大的领土了 那为什么要这个占领台湾呢 因为中共特别痛恨的就是台湾这种自由民主的制度 张天亮也坦言中共威胁持续升高 但台湾人似乎浑然不觉 要想保卫台湾 最好是彻底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 只要了解共产党的邪恶 我们选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在软势力这方面 能够守住台湾这种价值 然后呢在这个外交方面的话 能够跟国际那些重要的国家结盟 这样的话台湾就很安全 除了张天亮博士 主办单位也邀请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 明居正 政大东亚研究所博士 宋国成等专家学者 在台北 台中 高雄举办座谈 解析国际局势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宗翰 曾义豪 真用读 台湾台北报道